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人姐 怎么回事 总裁都已经冲了一个小时了 好像一个糯米团子啊 我感觉它和这个糯米团子好像呀 都是白白软软的 好 总裁 任总 您没事吧 还有对不起 帮我找到那个女孩 您说的是 想要吃了我的那个 嗯 你这十年神啊 你这什么能够做的呀 这十年神啊 你这哪儿有劲啊 我们这咬得啊 是何肉啊 什么都还小巧啊 像是你啊 好准备 我还在碰你啊 阮东盛 我多想亲口告诉你 我这十年所遭受的一切 和现在经历的痛苦 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会让你 恰备服还 俗话说菜品如人品 一个人品不佳的餐饮从业者 我相信他也做不出什么好菜 您说的 不会是刚刚入驻国内的 清餐饮连锁集团吧 大家自己体会吧 吵死 关掉 总裁 根据最新的口碑评价显示 自从乔曼发布了 关于咱们集团的负面口碑以外 我们的心急评价 已经掉了一颗心 总裁 根据各部门经理数据汇报 咱们这周作为预定数量 和刚开业时相比 也减少了三成 他应该是个模特儿吧 那您是怎么知道的 他身高一百七十四公分 体重大概九十五斤上下 这是一个标准模特儿身材 当天商场四楼还有个商业大秀 他应该是参加大秀的模特儿 好 那我马上去查那场大秀的模特 属于哪家公司 嗯 阮总 我想跟您讨论一下 针对乔曼 我们做的危机公关方案 阮总 我们还没有讨论呢 你看着办吧 我犯的错 我愿意配合您 好 罗经理 都已经谈妥了 节目同意咱们空降现场 拼咱们总裁的实力 那肯定是冠军 到时候等节目播出了 挽回了口碑 咱们的痕也就算填完了 你觉不觉得 从酒会之后 阮总就变得怪怪的 确实啊 我们 总裁一向是对异性追缘的 她 突然对一个神秘的陌生女子 念念不忘 你说 她不会是想报复人家吧 不排除有这个可能性 喂 圆圆 大事不好 你要跟糯米团子一起上通告了 糯米团子 啊 你 正好 你看 您 没有 黑色外套那位小姐 等一下 你的假睫毛掉了 不用写 一碗 合同的法屋呢 哥已经帮你搞定了 有约金的事你也不用担心 这节目咱们不录了 不必委屈自己 走 别呀 他现在又没有认出我来 我现在是超模一王 我要是不用我这魔鬼身材 亮瞎他的狗眼 我就这么多年都苦得白痴了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 这里是每位天王大型美食比拼综艺节目的现场 经过了刚才激烈的角逐 共有四支代表队伍进入到我们的决赛中来 他们分别是中维西用的融合菜系大厨崔先生 坚持以菜品的颜值吃饭的马克先生 一盛品的主厨 廖先生 最后一位呢是从国外相到国内的清仓厅的主厨 也是他们的CEO阮先生 现在呢就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 尤其我们本期的美女嘉宾 著名超模 一王小姐 闪亮登场 这一巴掌 我十年前就应该给你了 都要给你了 抱负渣男的感觉 实在是太爽了 一王小姐 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 专家品尝打分环节 有请 转动声 真是冤家路窄 这可怨不了我了 又爱小姐 我们还没开始呢 我去看这道菜 长得太可爱了 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尝试一下了 我觉得一定会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吃一口就像是进入天堂一样 今天晚上的冠军 一定非马克先生莫属 完了完了 总裁又发飙了 这 伊娃小姐 这一次参赛的菜肴 是我们亲集团主打的菜肴 你如果吃过就会知道 我对我的菜品有信心 是吗 那我一定要好好评评 感觉如何 咋了 糟了 我 你 不是 他 他不会是吐了吧 吐了 吐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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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 我 我 你 你 你 我 我 你 你 就在我以为我征服了命运的时候 命运就早就暗中埋下了诅咒 经过非人的魔鬼训练 我虽然瘦身成功改名以往 成为超魔 但却得了一种怪病 我每天的卡路里摄入量 不能超过一千卡 不然就会 在很短的时间内变成胖子 为了不让我现在的事业受损 我一直到这个秘密的萧楠 一直帮我掩盖着一切 但我依然深受其害 无药可疑 明月 开门 是我 诶 啊 啊 嘩 呃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